这位同学问的是老法子 你常常劝我们放下五欲六成 明文立养 我很明白 也很努力去学 学着做 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娑婆世界的诱惑 既然以发心要求生西方 那就要厌力受破 但是老法子 我是一个很直率的人 心里想什么呢 都会表露在外面 我对吃喝玩乐也没有什么兴趣 也很淡泊名利 但我毕竟还在社会上工作 接触的人大多数喜欢名利 把吃当作一种享受 而对我的吃常素和知足常乐 当作是不会享受 不够积极 还说我太早修行了 其实我并不在意 也不被动摇 只是为难于不知如何去劝服他们 因为我只是个学子 还在学习中 我目前只能把所学到的知识 用来改造自己 和劝一些有缘人学佛 师父 你说 为人言说 我应当怎样表演 给人看 应当怎样引导人修行 在这个五座卧室 在这个五座卧室修行 真觉得有些像逆水行舟 觉得有一些孤立难行 为了怕被污染 我尽量避开吵闹人群 尽量争取时间 讯息佛法 和做义工 平常也很少说话 除了要开导人 和工作上的需要 这例外 如果有人说我怪 我会不会破坏修行人的形象 还有我对六成的法 不了解 不太了解 可否为我解释 谢谢老法师开师 我是个音效生 华文写得不好 请多原谅 你这一番话的意思都很好